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嘎 又来玩通神榜啦 之前呢 我们玩过了物理系的 也玩过了法术系的 轮也轮到玩召喚系的了吧 然后今天我们玩的角色呢 就是一个偏召喚系的一个角色 因为看他的冷却时间就知道了 然后看故事介绍 他好像是追着猫腰过来的哦 然后他的初始技能就已经是召喚系的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剧情啊 然后一开始就是看到他什么 哈哈就是对于丛林里面的猫腰 好像各种的描述都不同哦 他这里说桃林猫腰 肤白貌美他一看哎 啊想象中的猫腰就是长这样的了 所以他是来寻找猫腰的啊 那我们直接用他来打一打红荒 看他解锁了皮肤是长什么样子的吧 然后一开始呢就有一只赤慧跟着我们啊 是我们的初始技能 那我们现在马上先来选一下第二招啊 然后第二招我是想要选一下就是一个小牛啊 小牛可以跟我们的智慧搭配 然后前面我看到一些我想拿的 我就先不拿了 后期如果有小牛了 哎有了有小牛了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神通 然后让他们的召喚数量都翻倍 然后这样子应该可以就先扛 扛下来就是第一波这一堆的敌人啊 应该够用了 然后后面呢我们看到喜欢的招式就可以再拿下来 看看啊大便大便今天就不玩了 今天我们不玩大便了 然后哎有个走着把钱占了 可以多拿一些晶圆宝啊 晶圆宝后期用来选选那些技能很有用啊 哎灵爵好了 然后再加个灰星 因为后期总是就是因为技能很多啊 我们如果想要某一些技能的话 就基本上要选很多次啊 特别是阿嘎前面有尝试过 尝试过就是某一些技能 我觉得特别好用 所以我应该会就是往特定某一些技能去 去去拿这样子 然后又够钱了 然后卡可以再马上再选个技能 其实应该那个 钱一足够然后马上就就再选一个 然后又有个晶圆宝不拿不拿那么多了 然后哎有个站着把小钱占了 可以拿银元宝 所以我现在站着还是走着 我都可以占钱了 然后另外呢他两个合起来 就有一个效果 就是可以出现一个攻击的效果 就是现在他有攻击的能力了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优先 把那个召唤的冷却时间提升上去 就减少减少下来应该说是 然后再加一下灰星 然后钱又够了 智慧选一个 然后再选一个 再选一个哎再来个小牛好了 然后我们多走走啊 多走走多占点那个黄金啊 以备后期的不时之需啊 反正现在我们走来走去 我们还是有攻击力的嘛 然后有个英魂 英魂好像加的也蛮多的 然后他可以增强我们的什么小牛啊 智慧啊那些的攻击 哎来了第一个boss 我记得好像是两个一起来的哦 还有没有附近还有没有boss 哎有这一只 他是有点随机的就是不一定是同样的两只 钱有点多了哦 钱有点多是时候 是时候升级了 然后我们先来提升一下 看看有没有也是同样合用的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那就随意选一个重注一下好了 哎青少牛 先来一个青少牛 然后再选一下 再来一只青少牛 哈哈都是青少牛 那我把这个哎钱还不够 差两块钱 差两块钱啊对了 记得记得要选那个主动技能啊 因为主动技能可以加我们的灵绝啊 有空就多按按 他一他那个冷却时间一到 然后马上就去按一按 然后来吸点钱好了 看有多少哎没多少 没多少那我就继续提升等级吧 站着吧大钱也占了 然后但是时间一到 他会退回去那个什么就是 他会退一个等级的 那他就懒得去弄用这个 哈哈其实应该继续提升上去 就是在时间 时间到之前 然后就把他提升上去 其实也ok 哎又一个青少牛 好多青少牛哦 哎钱还不够 钱还不够 哎好了一个boss搞定了 看他给我们什么啊 血量上限 还有暴击伤害 我早期就先拿一下这个血量上限吧 保命嘛 就血量太少的话很容易暴毙啊 哎又一个boss挂了 然后我们选择 再来点血量好了 召唤冷却 我们优先拿这个召唤冷却 哎钱可以了 又一个青少牛 哎记得主动技能 阿卡总是会忘记了 用那个主动技能 因为感觉好像差不多这样 他是主动技能是 就是主动技能是踢出去一个球啊 然后那个球撞到自己的时候 就会加一点灵绝 那他飞来飞去很随机的 我也我也 我也 不用特意去追他 因为追不到那个球很快 所以我就差不多时间按一下 如果 后面没有再撞到 就拿一点灵绝也是不错的 然后再加点印魂吧 其实我好像要带着我这一群的小牛 去打敌人 就哪里敌人多 就往那边过去走一走就好了 来查 然后钱又又又又又蛮多的 然后要不我先把这个 这个提升一下 换点有用的呗 看又一个青少牛牛太多了吧 好青少牛就青少牛了 然后把这个次会 次会肯定是要换个 不能再拿牛了 因为牛太多了 找一找啊我是要找那个次会啊 会不会把钱花光 哎有找到了 我最怕那个钱花光 然后没找到他 哎 再来一个召喚冷却 再冷却 蓝色的哦 稀有度不错 一下子减了15%的那个冷却时间啊 然后下一个我可能就要准备把那个 跑着把钱占的那个技能就换掉了 因为早期占一点点钱应该也足够了 后期也不用那么多 因为那个金金元把好像抽太多 也没什么意思 哇我带着这一群牛啊 索相披靡啊 走过的地方然后怪物全部都死光光 哎70多块了哦 该把它换掉了哦 传送门哎这个传送门也不错 他每60秒召喚一个首领啊 然后首领多的话 多来几个首领的话 首领每一次都会给你掉那个箱子嘛 然后他那个箱子多了 可以把你那个一些平常不常提升的 那个素质提升上去 比如说这个暴击伤害 然后如果有暴击率的话 我也会多拿一些暴击率 然后看后面啊 如果可以的话 多来几个传送门 应该也吃得下 好 一堆少小牛 哎 铁智慧先铁智慧好了 就看他来什么就选什么 金刚不坏英魂 先选个英魂 吸钱大法 现在要不要吸点钱呢 吸点吧 哎 好了 我应该可以提升两招上去了 看看啊 哎 又有一个成年牛 然后我的蓝色的技能 就是蓝色的 哎 又有一个传送门 哎 boss boss来了 小boss来了 哎 很迅速的就很迅速就挂掉了 暴击率 优先先拿这个暴击率啊 然后暴击率高一点到80了 然后我再提升那个 暴击伤害上去 再来个冷却 哎 冷却好像 有点有点多了 有点多了哦 就是他的最高 最快的冷却时间是30 然后刚才是35 又再减10 好像 有点就是超过了 哇哇哇 这里怎么好像都是敌人啊 那一堆假装是 假装是自己人的那一堆 哼 哇 好危险 彗星 再升一下等级好了 哎 又一个传送门 好多哦 会不会选的太多啊 又一只 哎 还刚好碰到个宝箱 移动速度 还有金元宝血量吧 试取范围闪避率加闪避吧 鐵智慧 哎 这边有敌人 就要小心一点 就有时候敌 那个那个怪物太多啊 自己人还是敌人都很多的时候 就很容易混乱了 快点羊破好了 就我后期有一些技能 是需要那个羊破的 其实 防御护盾上限加护盾吧 就是其实阿嘎也有想过该怎么打 就是有想过 有的 有的说法就是可能某一个数值 然后 就特别的提升上去 然后 然后尽量后期的选的技能类也是相关的 就跟那一数值相关的 阿嘎也有这样打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召唤流好像这样子打的话 好像威力没有很强 所以我后面的选了一些好用的技能来打就好了 这一次是 boss降临boss不停的降临 像我一百多了一百多选一个铁丝绘吧 换掉 然后我选一个看看啊 岩螺梯 憤怒蛮牛 再来一只牛 一百三可以把这只牛也换掉了 换什么呢 慢慢的选一下 哎这个这个这个炮筒 这个爆炸筒 火药筒 也是也是后期我想要的一个技能之一 就是搭配另外一个箭塔去用 然后箭塔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用的一个 一个技能 再来 医学奇迹好回点血好了 虽然说这个牛跟这个智慧其实也很好用 但我们今天主要 可能不是主要用他 我感觉好像boss来的来的有点多啊 移动速度护盾上限 再加这个护盾上限 一点钱哎好了可以升级一些了 现在我觉得该先少一个这个传送门 因为好像有点太多了 哎他又给我一个传送门吗 那先先用这个哈哈 先把它提升上去 然后我们后面再去 再去提升 再再选别的技能再提升上去 看看闪避率再加闪避率好了 然后我这个这个不要 哎有一个魔化智慧 刚刚好 然后就出现一个紫色神通了 然后这个刚好有来了一个箭塔 跟我这个火药筒搭配 当然我钱还不够 我先存一下钱 后期有钱了我们再去升级他 要这个boss打的蛮久的吗 为什么都是血量呢 我想要暴击哦 好那我加防御好了 哇又有一个boss来了 是不是我加太多了 完蛋哎我忘记了选那个 技能主动技能一直忘记选 好了boss快挂了快挂了 好挂掉了 暴击有了暴击率 暴击率再来点阴魂还是阳波 阴魂吧 阴魂挺高的已经我先加点彗星好了 后期彗星也是蛮重要的 哎好了好了可以再选一个了 蓝色这个我再再重选一个 哎又有一个箭塔 紫色的箭塔 哎就是我前面想要选的 就前面说要存钱之后再再来拿的 然后现在我的箭塔第一 第一个敌人呢 就是打中的第一个敌人 可以造成爆炸伤害了 然后逼里桶是看防御啊 好像这没什么作用 先不管他 哎又来一些boss了 哎哇靠 突然我钱就一下子多下多上来了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吧 哎又一个箭塔 那么多箭塔好 暴击伤害 哎这里也有个宝箱 再加闪避好了 现在闪避也蛮高的 暴击率 暴击率也到也快到顶了 然后现在有有的是钱啊 我就选一个 选个箭塔提升上去好了 哎这里刚好有个火药桶 哦哇不停的加灵爵啊 就刚好被那些 智慧啊挡住 然后那个球不停的撞来撞去 然后就可以不停的加我的灵爵上去了 灵爵 灵爵我记得是加那个什么拾取范围啊 还是那些走路速度之类的 好像是这样 多加一点也也没也不错 哎又有个boss咯 兄弟们打他 好了一下子就打完了 暴击伤害继续加暴击伤害 钱不够啊 我要出去到处去占占钱啊 占点钱再回来啊 ok 他有300块了 钱赚的还蛮容易的 哎又有一个boss 那我先把这个这个就不需要了 我再换提升一下 智慧大魔王 但我后期不想用这个智慧 我要把它换掉 我要换一个这个我留一个就好了 我觉得火药桶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个剑塔 现在我有的是那个晶元宝啊 所以没关系 慢慢选一下也ok 哎呀哎呀刚错过了一个 我本来想要拿的东西 就那个尖刺 要很小心看看啊 就是前面要按的太快了 哎又来一个空间门吗 哼 空间门先不选他 我们最后才选他 哎有个这个箭塔 先选个箭塔好了 哇是这个这个闪电 这个闪电很麻烦 这很容易一不小心不留意走太近了 然后就就被他打中 而且他那个攻击速度也特别的快 再来点吸钱大法吧 然后钱一下子都够了 钱够了就可以再换一个 换一个哪个呢 这个先留着 我先换这个好了 哎这个金刺 然后后面再换个墙壁 然后我的 今天的打法就很稳了 哎好了boss挂了 然后我再加一下暴击率好像快到顶了 我不用加那么多了吧 那我加护盾好了 所以我现在想要加那个暴击伤害 又来吸钱 刚刚才吸完 不要吸的那么频繁 暴击率又是暴击率 暴击率也太多了吧 算了我拿了把它 让他到顶了 应该就不会再出现 让我选了吧 阴魂阳破先换阳破好 因为我后面会把那个牛跟智慧换掉 我就不要再选那么多的阴魂了 所以我的生命跟护甲都超级多 根本不用怕 应该是不用怕 不要特意做死的话 应该没事 boss又来了 来了 又是他 还刚刚才打完他 然后阳魂 我们加阳魂 好了 倒下了 打的超级快 暴击伤害 对 把那个暴击率都用光了 然后现在加那个暴击伤害了 暴击伤害也是重点啊 现在我差不多每一下都不是暴击的吧 然后我来选一下 先先先先选这个 就是先换掉这个好了 然后我是有 哎有了找到了关门放狗 然后有了他之后呢 然后现在我的就是 他跟这个出来的神通之后 所有我的这个障碍啊 都会带刺 然后伤害就是同等的第一次伤害 所以有了他之后呢 外面的怪物基本上进不来了 然后就算进来了 里面也是留着一大堆的召唤物 然后外面的怪物 其实主要靠我的这个墙壁的那个刺啊 去打他们就ok了 然后钱还足够 我可以再换掉一个啊 魔牛我现在不要魔牛啊 关门放狗 就更多的那个围墙 其实这个也可以 那我先不选他 不想要选他 我想要来个啪 箭塔 或者是再来个 就是召唤门呢之类的 没关系啊 我们多的是那个金币 哎有箭塔了 箭塔有了 然后等一下在那个钱足够了之后 我们就再换掉这一个 可能选一个召唤门吧 就最后五分钟把那个 把那个暴击伤害再提升上去 或者没有的话呢 就带一个这个围墙也ok 现在就算有boss走进来了 应该也是很轻松可以把它打掉 喂走啊走 现在这个箭塔是远程攻击吗 然后外面外面的敌人也是可以打的到 哎我刚刚一吸才吸了十几块 那么亏的吗 哎好了可以可以升级了 哎不是这个是这个 金刺不要金刺 然后也不要炮筒 放狗啊那就再来一个关门放狗好了 然后后面我的技能就不用再选了 好现在坚持更多了 然后敌人进来应该就更加不用担心了 我在里面只要好好的躲这个boss 就ok了 所以这就是我感觉最容易的一个打法啊 哎对了记得要放这个皮球啊 哎要躲 我感觉最安逸的打法就是这个啊 其实刚开始我看这些什么围墙啊 在你身边围的 围个三个围墙 感觉好像没什么作用哦 然后没想到他等级提升上来 再加上他的他的神通啊 超级猛的 就超级好用的打起来轻轻松松 重点不在于那个伤害什么的 重点是他还能把那个boss卡住在那边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boss会走来走去吗 就追着你吗 然后他会被卡在这些这些 哎呀 这些障碍障碍物的中间啊 但你走过去那个障碍物是完全就是 通行无阻的 重组好了再选一下 木盾回复 我要回复的更快 我就更加无敌了 好了打死了这个boss了 我就我这一次我就不要特意去 堆我的什么暴击伤害 就如果不停的堆更多的boss的话 我的暴击伤害可以更高的 破盾回复 那我就不特意去弄了 因为我懒得懒得在 就不停的重选重选 剩下也就三分多钟 三分多钟也没有很很很久 我就不要去珍惜这种时间去 再堆更多的那个传送门了 然后现在就感觉有那种无敌 就是最寂寞的那种 那种空虚感啊 敌人基本上都进不来了 然后看到外面哎 敌人都在外面 然后一碰到我们的障碍物之后 就挂了哈哈 哎又来一个boss 然后我们可以走一走 然后让他卡住在那些障碍物的中间 一会试试看 他又卡在那边有时候 就走的不太动 然后外面的钱好多哦 那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 哎 涨出了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钱了 阿嘎我事前才如粪土啊 金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哎 这种是我最讨厌的那种闪电 那我走远一点好了 物理冷却 不需要 那我怪物呢 我怪物在这边 又来这一招 他应该差不多挂了吧 这一次我没有堆太高的那个攻击力 反正打的不不算太快 那他应该是我们最后一只大boss了吧 这有一些boss是打的很快的 就是他的 攻击力没有很高 然后有一些就打的比较久 哎我找到了他的箱子 我还想说他死掉之后怎么箱子不见呢 百分之六百多的暴击伤害 我要不要把那边远方的钱也吸一下进来 过来啊 就感觉外面好多钱哦 哎来 讲说来就来了吸一下 哇还卡了一下下 原来也没有很多就几百块而已 现在我有两千块 好像有一些技能是看那个金钱数量 加攻击力的是吧 因为阿哥好像有遇到过 但是自己也不确定 然后如果敌人小怪进来了 里面还有那种就是这种刺 所以如果不要到处走来走去的话 再堆一下这些箭塔啊刺啊之类的 那他们走进来之后可能就 就死的更快了 第一次是应该应该是一直都在的吧 哎又来这个 毒球 什么东西爆炸那么大那么大 来吧加一下我的灵爵 啊他出去了 出去了就算了 后面怎么到处都是爆炸 哦是那些炸弹呢 最后30秒了我觉得这一个 就这个人物或者是我现在这一个打法 感觉就是最安逸的一次了 基本上连走都不用走哈哈 比上一次那个那个 猫咪打起来还轻松 但是召唤流也不一定每一次都打的那么轻松的 好像就只有其中其中某几个技能特别厉害 但堆素质上面比如说我有一次试过堆灵爵 然后有那个 那什么 啊忘记了就是种种树的一个技能 好像也没有很强 那这样子围起来打就特别的厉害 然后现在好像 哎时间就到了 非常安稳非常安逸啊 我觉得这就是 攻与盾的组合吧 算是召唤流里面最安全的一种打法了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更好的打法 也欢迎啊 网友们记得告诉我一下 有其他什么好的建议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新造型 明星皮肤啦 阿嘎在想他该不会又全脱了吧 我们来看看 哎好像是 是蛮帅气的一个造型哦 阿嘎在想啊 该不会是游戏公司 一开始是先把他的本来的造型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设计的 然后为了把它造成一个皮肤 就是再一个新的造型 然后特意搞 搞成他本来这个样子那么普通吧 那今天就先打到这里好了 然后下一次我们再玩玩看其他人物啊 好像每一个都各有特别 啊对都蛮特别的啊 那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留言啊 多给他该一点意见 那现在这里了 谢谢大家拜拜